不久前 Google研发的智能助手Duplex通过了图令测试 在测试中 这款AI能够以披震的语调与客户交谈 甚至能模仿人类语言的犹豫停顿 出色的预定理发和餐饮等服务 但电话的那一端 几乎没人能意识到自己在和机器说话 于是美国计算器科学家 第十任斯坦福大学校长 Google母公司董事会主席 硅谷教父约翰·宣尼斯 在发布会上宣布 Duplex在电话预定岗位上 通过了图令在1950年提出的人工智能判定标准 以及图令测试 图令在1950年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提出 将一台计算机A和一个人类志愿者B分别隐藏起来 只通过一个文本显示屏与外界问答交流 如果外界的人类测试者无论用什么问题 都不能在A和B之中辨认出计算机 那么计算机就通过了测试 拥有了意识 作为第一个严肃定义人工智能测试标准 图令测试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缺陷 最根本的 它混淆了智力和意识 并非所有智力活动都需要意识 比如计算圆周率 也并非所有意识活动都需要智力 比如拼写错误 但在图令测试中 那个瞬间解除数学难题的对话者 一定会被认为是机器 无论他有没有意识 而那个声称自己是外国小孩 语言不通瞎打岔的对话者 倒是很容易蒙混过关 所以即便Duplex通过了所有图令测试 也只证明了他足够向人 提出了中文房间这个思想实验 专门反驳图令测试 假设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鬼佬 被封死在一个房间里 房间里还有一本无比强大的中文回应词典 这本词典既有中文也有阳文 但其中的阳文绝不解释任何中文的含义 而是巨细米移地列举了任何一段中文的回应 那么一个中国人只要从门缝塞纸条进去 这个鬼佬就能根据词典上的指示 找到完美的中文应答 再从门缝塞出去 外面的中国人就会相信房间里是一个精通中文的人 但这个鬼佬显然不懂中文 这时如果将鬼佬换成计算机 将字典换成程序 我们就会发现计算机即便通过了图灵测试 也仍然不知道自己说出的语言的含义 当然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图灵测试的支持者会反驳这个反驳 提出鬼佬虽然不懂中文 但是鬼佬和房间作为一个整体懂得中文 所以同样 我们应该承认运行程序的计算机 只要通过了图灵测试就拥有了意识 然而塞尔早有准备 他会反驳这个反驳的反驳 说如果鬼佬将整本回应词典烂熟于心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那他自己就是那个看起来会中文的整体 可惜他仍然不懂中文 所以运行程序的计算机 即便通过了图灵测试也未必拥有了意识 于是在理论上 图灵测试和中文房间的支持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给出了反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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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驳 这样精致的东西 这将留在节目之后的回复收看中 我们先来考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他们的分歧究竟是什么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行为主义 兴起于20世纪初 在50年代已经非常流行 他非常反对意识这个纯粹主观的概念 认为只有行为才能够接受系统客观的观察 才是研究思维的途径 在最露骨的陈述中 意识根本不存在 那是区分主体和客体时产生的错觉 显然图灵测试就是一个标准的行为主义测试 而塞尔是生物自然主义的开创者 他指出相比外在的肢体行为 理解 归因 类比 演绎等等深层的认知状态 才是意识当中更重要的部分 计算机要获得意识 就绝不能不研究知觉难题 打个比方 从环境中获取光线和声音等信号 辨认出其中有哪些物体 这是简单问题 而要产生我正在观察环境这样的意识活动 就是复杂问题 DUplex在电话预约中展现出来的能力 毫无疑问属于简单问题 而且仅仅是一个简单问题 而要解决知觉难题 人脑是唯一可用的研究对象 我们最近发现 自我的知觉体验前提是 整个大脑的神经元与突出广泛联系 让所有信息处理构成一个整体 但究竟要怎样大规模的整合 才能产生自我 这又是一个艰深的需要 几代科学家共同探索的问题 对于那些惶恐AI暴动的人来说 那颗玄虑的心可以长久地放下了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 微信 哔哩哔哩 知乎 极客 YouTube 搜索 混乱博物馆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